这是我准备的包猪肚鸡的材料 猪肚中加上面粉 加多几勺面粉 加上点清油 慢慢的把那些粘液去除 放温水 把那些清除掉 然后再重复洗多三四次 这个清洗了四遍之后 就没有那个粘液了 现在就反过那边来 反过里面那一边 把这些油清掉 多余的油全部把它清掉 然后我们把这些油清理干净 把油清干净之后 再把这一边也加上面粉 清油把它抓干净 好 加上清水 就是把它冲洗干净 清洗多两遍 再把它反过来 这边再重复多一次就好了 反过来之后 现在加上分开水 把它洗两遍就可以了 洗了这一次就可以了 干净了 没有粘液 撒好的鸡 把头部跟爪子 切掉 把屁股也切掉 再把它清洗一下 来 现在我们把鸡 把它塞进猪肚里面去 鸡肚子里面塞进一点材料 大概三分之一吧 它的口脂 就放在那里备用 不用它先了 用牙签把它封口 把包好的猪肚鸡 放到锅中 把材料放进去 两生 红爪 胡椒 白山 再加入清水 开上店煲两个小时 哇 这都煲烂了 好香啊 现在关火 把它捞出来了 再把牙签取出来 让它冷却 现在把猪肚扣开 把鸡拿出来 哇 这个汤都好浓稠 好香 好香 过一的油 把它盛出来 这个鸡没有剥皮的 它是会出油的 现在把它切成小段 现在来把鸡丝撕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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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 现在再把这个猪肚跟鸡倒进去 加上枸杞 再包过10分钟 加上适量的盐 好了 这个猪肚包鸡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 学一下 喜欢的朋友 学一下 oxide 2 3 2